这是小星最伤心的一击 家里的新成员为了救他葬身火海 这天小星买完小饼干回家 遇到一个胖子躺在地上 原来他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 这体型小星表示很怀疑 接着胖子继续拼命求助 最终小星还是心软了 把小饼干递给他 可这胖子居然不讲武德 直接就一口全部吃光 小星受到严重打击 吃完小饼干的胖子瞬间充满活力 开始自我介绍 说他是被子精灵 接着就送小星一洗羽毛被当作回礼 然后就展开翅膀飞走了 小鑫也是很无奈 只能把这被子扛回家 晚上睡觉时 小鑫盖着他入睡 可没想到被子居然活了过来 还主动叫醒小鑫 这可把小鑫给吓坏了 不过下一秒小鑫就和被子深情交流了起来 这时小葵也醒了过来 接着兄妹两人坐在被子上面 随后就飞到美牙面前 美牙瞬间惊呆了一脸疑惑这是怎么回事 小鑫随即解释一番 紧接着三人一起乘坐被子去车站接广志回家 此时的广志又喝懵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被强行拖上去 回家的路上 广志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坑爹的小鑫让被子君提速 广志吓得瞬间酒醒 回到家后 小白见到被子君感到一丝恐惧 接着在小鑫的介绍下 这才放下心来 很快小白和被子君就玩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小鑫家里又多了一名新成员 广志的地位又下降一位 隔天懒散的小鑫又赶不上娃娃车 被子君见撞过来 然后代替美牙送小鑫去幼稚园 很快就赶上了娃娃车 这把车里的小伙伴给吓坏了 来到幼稚园 小鑫把被子君介绍给小朋友们认识 放学后 小鑫几人乘坐被子君一起出去玩 被子君带他们体验一把过山车的感觉 结果因为弄到水 导致被子君变得无比沉重飞不起来 接着在阳光的照射下 被子君很快就晒干了 瞬间又充满活力 这次封肩提议过去对面的山里游玩 片刻之后他们就到达山里 一伙人便开始玩起鬼捉人的游戏 玩得不亦乐乎 很快就到了傍晚 小朋友们各回的家 到了晚上 小鑫突然发现自己的动胆超人居然不见了 美牙提醒会不会拿去外面了 小鑫这才恍然大悟也许掉在山里 于是小鑫便迫不及待让被子君带他去山里寻找 广之美牙也只能跟着一起前往 此时天上乌云密布 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很快一家人就来到山里 小鑫不等广之美牙 赶紧独自先去寻找 随后就在一棵树前找到了动胆超人 就当小鑫刚捡起之时 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劈在树上 片刻间四周火花四起 小鑫这时已经被团团烈火包围 被子君冲了进来 拖起小鑫就准备脱离火海 由于火势严重 被子君一不小心撞到树上 就这样跟小鑫又掉了下去 这时被子君身上也开始着火了 小鑫拼命扑火但也无济于事 危机时刻被子君将小鑫包裹起来 此时广之和美牙也赶了过来 被子君用仅存的一丝力气将小鑫抛出去 自己则葬身在这火海之中 随着火势扑灭后 小鑫伤心抚摸着被子君 这时飘出一根羽毛往天上飞去 接着胖子也出现了 拿着羽毛跟小鑫挥手道别 然后就化成一道星光 下午 下午